小女时代校园主持的网络综艺 请吃饭的校园前辈 深受观众喜爱 然最新一集邀请到 是第一团NCT Dream做客 却意外引发了一场粉丝之间的争论 校园在节目中对NCT Dream的成就赞不绝口 特别强调他们是SM娱乐旗下 收购搭成百万、两百万、三百万销量的歌手 这番话却意外触动了XO粉丝的神经 许多XO粉丝认为校园的言论忽略了 XO在SM娱乐历史上的地位 毕竟XO早在2013年 就以XOXO专辑突破百万销量 并获得政府颁发的四百万销量奖项 粉丝们纷纷在节目留言区 表达不满要求校园道歉 随后节目制作组紧急出面道歉 并在留言区置顶澄清表示 字幕中关于销量记录的部分有误 更正为SM娱乐中 首个在初动达成两百万销量 及三百万销量的歌手 不少网友认为制作组的错误 确实造成了误解 但校园并没有恶意 呼吁粉丝们不要针对它 感谢观看